跨年发生踩踏意外之后呢 众多的伤者挤爆了上海医院的急诊室 不过家属感到医院却被拦阻在外 气得他们破口大骂 而现在也传出有人做小黄 要将朋友送医 不过被司机以太会气为理由 把人给赶下车了 民众一发现状况不对 立刻转头就跑 现场一片混乱 伤患挤爆各大医院急诊室 但焦急的家属感到医院 却无法得知消息 和保全人员爆发冲突 双方甚至一度对峙 什么消息都不告诉我们 我想问大家能安心吗 不能 能不能 不能 伤患大多是年轻人 其中又以女性居多 而重伤的大部分是 腹部脑部和肺部的挤压伤 我老婆压在下面去了 我等我一爬出来之后 我不知道我老婆人都哪里去了 我们都不知道状况怎么样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觉得无论什么事 你要把那个伤害减到最小对吧 可是他们医院现在这种状况 根本不让我们进去 而现在微博上又疯传 有民众急着把朋友送医 拦了计程车 结果才开到半路 司机却说太晦气 把他们赶下车 再度引发争议 记者黄康宇报道